下课就是要打球运动 学生都喜欢往操场跑 但是新竹县宝山国中操场 未处低洼处得要走楼梯才能到 学生跑跑跳跳的就容易跌倒受伤 而且跑到下雨也常常会积水 现在要花费2000多万来改善 并且建置综合球场 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 天空不停下着雨 运动场也变成水洼一片 宝山国中操场未处效地低洼地形 大雨排水不良容易积水 限服补助经费下将进行改建工程 会有两座篮球场 然后还有我们的足球场 还有排球场 另外还有我们宝山国中特有的 这一个所谓的射箭队的一个射箭场 射箭练习场 那整个在这还配置我们的一些综合球场之外 会让整个跑道 整个所有草皮我们会全部都是整建完成 让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好的设备的这一个 这一个教学环境之下 希望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这一个教学品质 改善市区停车一味难求 同时解决运动场低洼 相公所利用操场地下空间新建工有停车场 两年施工期目前完工验收 现在操场地平已提高到与校社区一样高 因为过去学生上体育课下阶梯到大操场 跑跳间不注意就会跌倒受伤 现幅补助2029万 预计年终进行保重操场新建工程 除了泰宽跑道 中央与周边区域要建综合运动场 包含足球排球篮球与射箭场等 能满足各项体育活动需求 还要搭盖大司令台 能提供乡内举办大型活动 目前相公所的停车场的进度是在进行验收 那原则上我们大概学校部分是负责上方的运动场 跟中央球场的一个新建工程 那我们大概在上个月的20号 其实我们的工程标已经决标出去了 那现在就是可能等到我们相公所的地下停车场 验收完之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就是无缝衔接 可能希望说能够尽早 利用120个日利天 把我们学校的一个新的运动场跟球场 跟操场部分能够顺利整建完成 提供给孩子更好的一个运动环境 25年老操场 在停车场取得使用执照 就会接续施工 目前130位学生运动改到风雨球场 动工后司令台预计60个日利天 跑道则是120个日利天 将陆续完工